各位同學,今天我們開始學習梁啟超的競業與熬業 梁啟超的競業與熬業是一篇演講詞 就內容的表達方式來看,可以視為一篇議論文 現在大家看看第一段 這段內容有哪兩個重點呢? 首先,作者介紹題目的出處 出處有兩個 第一,競業拗群出自儒家論述禮儀經典禮記 第二,安琪居,熬琪葉是出自道家的經典老子 題目將這兩句說話結合起來 證明本題是大有來歷 接及個人修養值得探討 其次,作者在這一段先確立自己的中心論點 我確信經典毆業四個字 是人類生活的不宜發滿 他用確信兩個字,強調經典毆業是人類生活的真理 亦都是做人的應有態度 夏文作者就環繞這個中心論點展開論述 我們再看看第二段 作者對審題非常細心 他認為題目的主眼是經和咬這兩個字 為什麼他不先解釋這兩個字的意思呢? 作者認為先要有業,之後才可以經和咬這個主體 業就是職業,事業較為具體 有了具體的業才能夠引發人內心的道德感情 所以作者表示應該先論述有業之必要 由此可見,作者的分析和推理是經過診物思考的 我們再看看第三段 作者的分析 这一段的论点是什么呢? 就是无业游问,无弱可救 作者是从反面说明人必须要有业 那作者怎样证明自己的论点呢? 作者使用引用论证 作者使用引用论证 第一,饱食中日,无所用心,难以再 是出自论语,阳火 第二,群居中日,言不及意,好行小位,难以再 是出自论语,围灵宫 语译孔子这两段说话 第一,即是说,常常吃饱饭,什么都不用做 这种人真是难教了 第二,大家常常都在一起,但都说不出一句有道理的说话 只是喜欢卖弄一些小聪明,这种人真是难教 作者在下文都有举出另一个例子去论证 我们留下一次再谈讨 练习 练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